前後三任市長 他們也是另類的薯條三兄弟 他說藍綠都有 好 那藍的誰 綠的誰 現在不是正在查嗎 你就把名單交出來 反而不交 不講清楚 我四個字形容 裝神弄鬼 那就是想問一下說 現在柯文哲前朝留下來的 三大爭議案 很多案件 那是不是還是希望他可以移送調查 我認為這個疑慮跟爭議都蠻大的 移送調查是剛好而已 那這一點 柯文哲 你既然擔任兩屆八年的市長 既然有這麼幾項 都是重大的工程疑慮 那當然你就應該很坦誠的 來接受調查 我認為這都應當的 柯文哲有這個義務 有這個責任 要把這些事情釐清清楚 接受調查 柯文哲的臉書還有說他要做大事的 所以他要承擔業障 對啦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那有些事固然是業障 那有些很可能不是 比方說你自視過高 好高勿遠 那你從來不重視各方人才 不同人才 不同的意見 那麼你只著於你自己的 你個人片面的一些了解 就來決定重大事物 比方說現在引起爭議的這個金華城案跟四北科案 這完全是你不懂不懂的領域嘛 你只是在醫學這邊 你確實醫學你有很強的學歷 經歷 資歷 這些都有 但是在另外都市發展 都市計畫 建築 工程 這個部分它一竅不通 不是嗎 那一竅不通 你照說八年來 你應該一方面學習 另外一方面市府有那麼多顧問 那麼多團隊 那你可以好好的諮詢 而且你甚至可以善用市府資源 把這些市府顧問團隊區分他們的個別的專業 然後交代他們個別不同的任務 那這樣子來研究的結果 給你的結論 怎麼會是讓你去誤判呢 誤判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事情 我認為這個要說是業障也罷 但是我個人倒不認為 我個人倒不認為 那委員怎麼看說就是在北市科安這個部分 那柯文哲跟星光仁壽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也不太單純 因為像是訪談紀錄新壽有提到說希望3D要分開來 就是招標怎麼看 我認為最大的疑慮 就是說我們市政府跟全國各級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我們在招標的時候 我們針對它這一塊土地 這個工程它限制它的目的使用 以及它的底價 這樣不同的條件 不能一次把幾個條件混在一起一次到位 那一次更改 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從上一標 這個要這麼多條件到下一標 突然間這些都不用 而這樣子竟然沒有遭公告 沒有遭告公告給全體 可以來投標有意願的人 有意願的商家 那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人家就會聯想到說 那你是圖利特定的 我就舉例 你本來是BOT 那本來是設定醫療生技用途 那底價 那底價 現在新受得標的這個底價 竟然是原先底價的對折 好 那我就講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 你BOT 那設定說要醫療生技用途 那說你招標說罰人問金 沒有廠商願意來 門口羅雀都沒有 好啦 那你要把它更改的話 你要把它取消醫療生技用途 這一部分取消 你在取消之後 你其他先不能更動 你其他條件就不能更動 你要先取消這一項 然後公告一下 那看還有沒有人要過來 你不能一下子 然後再來 你要BOT改設定地上權 也是啊 那底價那更是 底價 我們政府訂了一個底價 那標標不出去之後 第二次招標 只能把底價打八折 那你看看他一下子打到對折 你要打三次 你要標一次沒出去 所以一段時間整理 在公告之後 那相關的專家團隊 來延商之後 認為那這是底價過高 那你降 那你只能打八折 那你要連打 連標三次標不出去 要八折八折再八折 八八六十四 六十四再乘八折 才會達到對折五十一趴嘛 不是這樣嗎 這是簡單的數學問題啊 那你哪有說 你可以從第一次的底價 一下子就跨過 那這樣打三次折 那大概需要一年的時間 如果照正式你要公告給所有的廠商 所有的投標人的話 所有社會大眾的話 那你這樣的時間 大家冷靜想一想 這樣子三次折讓底價 要至少要一年 然後你取消醫療生技用途 這一項 然後第二項 你又把VOT改設定地上權 這也都需要時間 結果這五樣 這五樣取消跟降低底價 過五關啊 哪有一下子 那就在那麼短的時間 那麼一個月內時間 同時公告 同時一個月後招標 那當然再來過五關以外 他又拉了一個元大來當替死鬼 過五關 斬第六個 第六將就是元大 就是說 他們團隊會去想到說 對齁那這個要公告啊 要表示要有人知道啊 那他說有啦有了 我給我告知元大來開會 我在想這就是現在 元大否認的原因嘛 我相信他們那些開會 開會紀錄簽到都是真的 沒有造假 官員也好元大也好 大概都沒有 可是那是一個儀位法嘛 比方說建商要找屋主合建 那在約定下午兩點開會 那大家都來簽名了啊 不是嗎 大家都簽名了 那到了四五點 人家很多媽媽啦 阿公阿嬤要回去帶孫子下課啦 要回去煮晚餐 那就離開了嘛 對不對 可是事後 事後這建設公司的會議記錄 會議結束時間是六點 然後那個會議的結論裡面 有幾項 不是當初來開會 這些屋主媽媽媽班菜籃組 他們知道的 是他們後續加上去 他這個是四點鐘以後的決議啊 那你說是誰對誰錯呢 所以這個事情 大概就是用這種儀位法嘛 那我認為是這樣啦 柯文哲這八年 我強力監督之下 我發現柯文哲偏執啦 說他會不會是去拿什麼匯款 背後有什麼利益 我倒不會這樣子去質疑他啦 我畢竟他是有受過醫學的專業 那麼醫學的低門課 這些醫學倫理 我相信他這些念得很透徹 那他應該也不是一個會貪的人 我跟他家境也很好嘛 他的生活也很簡樸 但是 他就是 糟糕在他那個個性 他那個死個性 他那個死樣子 他就說 一行最厲害啦 一行最厲害 你最厲害 好啊 那你的屬下就 通通讓你一個人決定就好啊 那就看你出糗啊 不是這樣嗎 要善用國家資源 如果對這麼多這麼重大的案子 你不要說府內啦 各局處首長 各專業顧問 你甚至從府外援覽啊 你可以找很多好的這些顧問公司 來幫你做一些策劃 那市場上也有很多好的建價公司 你隨時 簡單講 你行情要堂肝嘛 這個地方大概 地價現在價格大概是多少 未來很可能 這個蓋層的成品 那價格會是多少 用這個 來試算一下 回推一下 那我們 是否 我們現在要標底價應該 我們要怎麼訂 那你在訂哪一些專區 哪一些專區的時候 那樣子的 比方說醫療專區 那你這也不是說 說取消就取消啊 你要找相當的 那我替代在什麼地方 同樣這些面具 我是要形成在這一個地方 一個代狀的醫療專區呢 那你要有替代啊 不是嗎 那怎麼可以說 你說取消就取消 所以難免會起人疑鬥嘛 你怎麼可能一個四北專區 當初設這一塊 T1718做醫療用途專區 那這個想法是對的啊 那麼大一片的四北專區啊 你要有一定的醫療服務的提供嘛 這些都對的是啊 結果你現在做的是反向 你把它取消 然後你相對 你沒有任何的替代 那這也都是起人疑鬥的地方 那最糟糕的是得標者 對則這麼低的價格 取得這個標案者 竟然是你搭檔選總統的夥伴 那在當時是得標的那一年 他是來擔任你的不分區立委 所以天啊 這個我覺得不可思議啦 你覺得蔣萬元市長是不是態度也要拿出來 他最近好像很保守 針對這幾大案的部分 蔣萬元市長從上任到現在 他最大的一個那個問題就是說 他拿不出破例 我覺得他有心魔啦 這個心魔就是說可能他一上任的時候 一方面他還一直沉浸在當選的喜悅 二方面他背後這些公媽派 這些長輩們 派了那麼多太子少保 那麼多國師級的人物 來當他的顧問來看著他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他們四黨部的主委 垂連聽政 他們一樣公媽這麼多都要來管 所以他就有一點就是說反正有人管著嘛 天塌下來有這些長輩頂著 所以他還沒有自己來研判事情的 這樣子的一個大案的時候 那這一點他倒是有一點不錯 他是希望傾聽各方面的意見 像包括我在批評他的人 那他也找了副市長 那大概上個月他有來立法院拜訪我 他的意思就是說那台治光 我認為應該怎麼辦 我說我認為 應該立刻跟台治光解約接管 我是這樣跟他講 我跟他舉例 我說當年那個 郝龍斌也是拿出破例 就是對小巨蛋解約接管 後來你看小巨蛋大家現在經營得這麼成功 我們全體市民都得到小巨蛋 這麼成功 大家都可以共同來使用 那這個就是要拿出破例 但是一個月過後我沒有看到他有做這樣的動作 還有他現在的回應 因為你沒有用大破例來規劃看待 來處置我們的市政的結果 那就會像擠搖膏 那現在檢調說跟你調一些資料 調哪一些你就給哪一些 那這永遠沒辦法徹底解決問題 當然這三大案始作俑者都不是他 但是他除了配合調查 應該也要提出一些你行政上的作為 像台志光踢到鐵板了吧 找他要來談事情 他就是他連來都不來 這在以前就發生過的事 那既然這樣我們是台北市政府 我們國家首都台北市政府 首都市長總是要拿出破例來面對 來解決 所以我覺得前後三任市長 他們也是另類的薯條山兄弟 三個都一對寶 你看好龍斌台志光他起了頭 這不應該在當時網路正要興起 價格正要往下節節下降的時候 那你去簽了一個25年的長約 這是起了這個頭是錯誤的 那後續你柯文哲接 你就應該小心面對 甚至在那時候要解約 柯文哲都可以提早 在那時候解都還更好 所以他們三位市長各有各的優缺點 然後好龍斌也不要說那你手上你有作對 我認為也有弊案 很清楚嘛你 我簡單講美和室 後來我們市府在議會監督下 去向日盛生要回了33億 要回了33億 這就確定是個弊案 不是嗎 還有兩個官員 當初捷運局連開處的處長 另外一個科長 兩位都判刑 現在都在關他 那這是個弊案 他也有做出弊案 但是他也有對的地方 像金華城 金華城 這三任市長到現在 這個當初金華城 好龍斌只給他390%的容積率 我認為好龍斌當時做對了 那也是剛好而已啦 390%的容積是剛好而已而已 為什麼呢 這就是在金華城登報第一點 他自己說他被霸凌的第一點 那裡面其實就講了 他自己就承認了嘛 當初民國78年 當初的吳伯雄要求 你要回饋30%的土地 你從工業區升格為商業區 你回饋30% 這就是答案了啊 現在我們都市計畫裡面 你工業區要升格為商業區 應該要回饋40% 那你說你應該 商業區你的容積率應該560% 是啦 你回饋40% 你取回60%的才是360 那你只回饋30% 所以容積率給你390 剛好而已而已嘛 你去算一算好不好 那第二點 你科文哲在不知情之下 你只看了監察院 那片面的報告之後 你就讓他恢復560% 那所有的問題 又從560來啦 560之後 他又去買了容積移轉 買增加30% 再另外20% 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科文哲你們自創了一個 任性城市貢獻 這一個名字 我們在都市 都更裡面的條件 我們從Delta F1 F2 F4 所以每一個增加容積的比率 都背後要有原因是什麼 比方說 我們獎勵停車 那你多挖了兩層 多做停車場 好 那獎勵 你這一個上面的容積 你這個停車場是供大眾使用 好 我們獎勵你開放空間 我們Delta F2 這個讓你獎勵開放空間 你這個空間要開放 給不特定的民眾來使用 比方說 我們要獎勵你 讓你去處理地上物 由這一塊土地上面 有很多來 這個無償佔有的 那已經蓋了房子 那你要去處理 要去解決 所以獎勵你這一個部分 讓你去跟地上物 做處理 做解決 這都是有原因的嘛 那你怎麼一個韌性城市貢獻 這個是虛無飄渺 這完全是自創的 那這個加上來之後 560乘以1.5 1%加20% 30% 所以才變成840 那這一些部分是整個 現在我認為關鍵的地方 在這裡 所以好龍兵也有對的地方 他收回小巨蛋 這個很果斷的去收回 那他對金華城 把它限制390的容積 這都對 那我最後再補充一點 是每一位市長的迷思 我認為各級政府 各級政府也不要再有這個迷思 我們在所有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的獎勵當中 我們都片面的聽從 要來改建的建商們 他們加一句公益性 哇 那說這個案子 他們有做到很多公益 那政府啊 哇 就樂不可知 就他要什麼條件都給他 錯了 錯了 公益性 相對於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 整個地區的利益而言 是少之又少 比方說金華城而言 我們應該強調的是必要性 不是公益性 他公益性 他給當地裡活動中心 他給當地裡一些停車位 這叫做公益 他給當地一些地方來做展演場所 那些加起來啊 那些效益 那些實質利益 少之又少 了不起三兩千萬 那你現在給的這個容積 是給上百億以上的商業利益 我解釋一下什麼叫 什麼叫必要性 必要性就是說 金華城那個房子 當初拆的時候不到三十年 以它的建築的強度 它建築可使用的建築余命 至少還有四十年 所以 要拆掉的話 沒有那個必要性 反而我們應該把容積 釋出來 釋出給有必要 要更新的房屋 我們台北市 五十年以上的房屋 比比皆是超過百分之五十 海很多都已經是微樓了 政府應該把容積減下來 釋出給那些有必要 要去更新改建的 這樣才對 去獎勵他們更新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 先前的海沙屋啊 甚至福色屋還有一兩處 也還沒解決啊 這些都是應該要用容積獎率 去幫助他們來改建 這是必要性 而當沒有達到必要性 當這個建築物 它使用的餘命 它的年資還有的時候 你現在就猜完完全全是根據 你進化成 你這個公司 你們這些個人利益而已嘛 你是因為你們經營不善 然後你貪圖要再多一點的面積來幹 所以你就把它拆掉 那它忘了喔 這以必要性而言 這很可惡 這是浪費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資源耶 我們生產鋼筋 鋼筋 水泥 所有建材 那都要付出社會成本 地球資源的耶 那你把那些挖了當廢物一樣 就這樣清倒掉 不但增加建築垃圾 而且你又耗費新的 需要用的這些鋼材水泥 鋼筋水泥 水泥是要挖山 那個是要地球資源的付出耶 所以我們每一樣這些資源 我們應該充分的運用 為什麼我們建築要定要多少強度 它的使用壽命年限是多少 不能隨便浪費這個社會資源啊 所以這些部分必要性大於公益性嘛 那如果說我們只強調公益性 這就很離譜啦 低頭不夠 夠小不能 我們政府每年 台北市政府1,900億 中央政府2兆8千億耶 我們有那麼多我們人民繳的稅金 相較於取得的那些公益才一丁點錢 那就被那一丁點錢 要來說買了我們你決策的市長跟官員們 以為說這貢獻我們台北市 貢獻我們國家社會多少 貢獻那麼一丁點 那些跟我們整體一年的稅金來比 算什麼啦 所以這個就讓它每其名叫做公益性 然後就讓它通過 這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歷任市長 未來市長都一樣要看清楚 什麼才是重要的啦 我們看到僵康沒有看到本康 這個一小點的什麼公益性是很莫名的 以這個來類推 現在我們台北市有很多要申請督庚的案子 現在的市長你就要小心應對 他很多房子照用還說還可以用啊 那他不能說我這個財產 這我的土地我爽我就是要拆要蓋可以 你看不過去你要蓋新房子可以 我不要給你獎勵嘛不是嗎 我不給你這50%的獎勵你蓋什麼蓋 你如果算一算你說你家就是有錢 你就想要新房子那你就去看 政府就不要給他獎勵 就不能把它算為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應該列為我們有必要性 針對老舊社區老舊房屋圍樓海沙屋 浮射屋這些應該去救才對 要把有限的這個容積政府獎勵到這些必要的設施上面 為什麼我們水管1米5我們污水管1米8 我們要設定容積率 因為我們生活要有一定的空間一定的呼吸空間 採光空間那這些都是有設定 我們一個城市你要多少人口 所以你能夠有多少容積率 所以不能隨便把容積率釋出去做獎勵 這種獎勵說他有公益性 他給的那一點公益性如果大家冷靜想 跟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而言 那是少之又少 低桃母購夠夠阿夫能夠那一點東西 那是錯誤的 我認為他剛才就把話講更清楚吧 我看他這一句的下一句 他說這個查下去 他說這個藍綠都會有事 類似像這樣動搖國本 那該查就是要查 會動搖也沒關係 不是嗎 我們社會我們國家很強勁的 在怎麼大的這種意外狀況更動 我們全民都承受得起 我們就是希望把這些貪官污吏不乏者 一個一個揪出來 所以我希望他話一次講清楚 不要講著聽著聽著聽著 有的他非常清楚不是嗎 他說藍綠都有 好那藍的誰綠的誰 現在不是正在查嗎 你就把名單交出來嘛 好 反而不交 不講清楚 我四個字形容 裝神弄鬼嘛 你就一次講清楚 好 好